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你了解法则 了解计算 了解计算的法则 因为有预定你就可以预知本身就是神定在属能里面的法则 其中另一样法则帮到我们的我发觉就是让我们辨别真偽 你会看到什么叫专家 很多时候鑽石专家 首饰专家 要做什么 他说辨别真偽 因为人类的智商是可以去到这里 何不就是辨别我们所说的真理的真偽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世界的真偽 因为你要认识真理的话 你就一定要知道什么是假的 最早的其中一个最明显辨别真偽 大家常常在听的就是关于Coby Bible说的PlanX 其实为什么我当一看Coby Bible的PlanX资料 三千五百年前的古典 历史上也有说当时是这样 知道它们很落后 连望远镜也没有 为什么我一看的时候 我知道它绝对是真的 知道它一定不是小说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地球也有地球的法则 就是为什么我们过去千百年里面 我们的天气 我们的四季 因为每一个地区 它有它们自己的文蜂 有它们的出产 为什么它们会有它们的四季 是因为这个就是地球有一个很庞大的法则 去帮着地球去维持着它 蓋那么多千年当中的地貌 贵后 产品 适合种什么 根本地球会有一个很厉害的法则 在平衡着全大自然 就好像写在铺链上 但是当我看到Coby Bible 它是一个完全不平衡的地球 在里面所说 是有一个大概地球三千倍的恒星飞过来 但是接着出现的不平衡 它说那些法则的改变 它说很多地球 很多地方水变血 接着火山爆发 天坑 在河口的位置 全部裂开有熔岩星上来 它说有海啸 那些星会停了 太阳不动 它说会听到天上有 好像撕裂尖叫的声 是有这种地鸣的声 周围出现 我就发觉 这些人不懂得写这些东西 然后甚至说到 恒星经过的时候 地里的坟墓 那些屍体会飞出来 竟然要捉住这些东西 才不会升上天 是另一个地心级灵 三千五百年前 它怎可能会写这些东西 Coby Bible 出处是皇宫出的 是由皇帝写的 它在灭国的时候 写这个 它没有那么多空写小说 我就从法则知道 它说是没有说谎 真的一个三千倍的星头 如果经过或者接近地球 地球就会慢慢出现这些东西 这就是辨别到真伪 一般那些不学无术 看完之后就当神话 就算 那个是神话 那些真是书都没读过 有些就是另一班驕傲 读了书 不需要消化 就觉得这些不可能发生 因为它根本不是真正认识地球的天气 是怎么来的 地球的稳定是怎么来的 地球的稳定是因为 地球这个尺寸是属于很大 但如果一个大地球三千倍的话 它就可以使到九大行星都改变它的天气 改变它的引力 改变地心溶岩的现象 制造海啸 使到整个星球会停止旋转 这个就是当时我用法则的概念一看的时候 我直接看每一句 每一句都无家宋言 因为没有可能认识 你叫我凭空作 我想不到 但是人家所谓自自朱祭 上一句和下一句 下一句再下一句 接着几张的全部都是 哇 我想想想 它直接已经超越了我想象的知识 就是说你如果要作出来 作一样未发生的东西 除非你对那样的科学 是认识超过当今世代 但是三千八年去写的除非是事实 才会每一件事发生的次序 和它的幅度 和它那种意想不到的程度 是如此合乎法则的 如此合乎我们地球 如此庞大 如此平衡的法则 受到打扰 是真是一个行星 它在轨迹上接近我们 而在引力天理 甚至在荒天上面 是能够说到这些 就算去到现在 最近说天明啊天明 不断地明啊天明 甚至有曙光升上它上面 这就是曙光 像spirit这样升上它 当时我们经常说这些 到现在 那帮傻人 都还未知是什么 发生了 它说会有地明 它说会慢慢变成 好像放电的声 而并且地上有光柱向上升 有spirit地在地球 升上去射上去 这个panex 为什么它射得出来 所以为什么一看 Colene Bible 就已经是真了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认识法则 因为智慧很重要 既然他的儿女 其中一件事 神最欣赏 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有智慧 因为智慧是一个 我们在理性上 在逻辑上 在神所给我们圣经所说的灵明 明白上面 是一种锻炼 所以为什么你要看到 神所赐的力度力勢里面 其中一个最大的祝福 除了救恩之外 就是智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